这个车耗油 那是真不用说 兄弟们 来 一瓶多少 一瓶十二块 十二是吧 好 我先加再给你钱 好吗 在这个车 因为我 从那个 平墙上来 还有三个油 我又上来 上了四十公里 车马上就没油了 上坡耗油特别猛 然后现在先加一瓶 到县城的话 还有十几公里就到了 现在在一个乡里面 没有加油站 所以 就只能先加点伞的了 这耗油是真不用说 兄弟们 这耗油太猛了 我都受不了了 十几升百公里啊 十几升百公里是1.5排量的 不过这个车比较重 现在是2.5吨 车太重了 没办法啊 来 先加个油先 出来到现在啊 我已经加了 从老家出来到现在加了 四百的三百七百块钱啊 七百块钱的油 跑了应该也有不到七百 六百多公里左右 这耗油比我宝马贵多了 一瓶就够了啊 哎呀 好热 这叫 这叫全种粉啊 然后 广西的特产 这个叫做什么椒来的 五仔椒啊 昨天晚上呢 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也吃了啊 别好多人买了 我直播间卖这个椒啊 用广西的特色就这样子 然后再煮了一碗那个生料粉 腌制两份啊 饿了 倒一个箱里面 加油的话 没地方加 只能买了散装油 现在油呢 加好了啊 这辣椒真有味 脆脆的 好的 看 这里又来一份 生料粉 不知道多少钱 多少钱啊 两份 十一块 十一块 很便宜啊 十一块钱能吃的五宝六宝 好了 我要吃吃粉了 味道可以 一块钱 买了一条罗飞鱼 老板 你这个砧板真牛逼 哪里来的 这菜板 兄弟们 这是我见过最最厉害的菜板 这红木吗 啊 红眼木 我的天呐 可以用多久啊 这个 这是我见过最最大的砧板啊 兄弟们 看车在那里停的 买一条鱼 然后呢 等一下找个露营地先 然后买了几个肚豆 我们广西的物展称丰富啊 这里好多鱼好多种 但是我就喜欢吃这个 这个叫做罗飞鱼啊 去到那个西藏那边是没有的了 这个是热带鱼 来帮我蒸一下这个 秤一下 两块钱 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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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十四 这个啊 刚才说十四 十九 十九块啊 好 高速公路上 你给我跑四五十码 我的嘛 一点点上坡就跑不动 兄弟们 还有热的钥匙 隔天挂国大步步 不过呢 现在没开放 排跑了一趟 出门旅游 一定要做好功课啊 兄弟们 我 首先是从我们广西百色隆林出发到了那个平祥 到了平祥之后呢 从平祥沿着沿边公路一起走 现在走到了这个挂国步步啊 前面十公里就是越南了 但是呢 这是停车场啊 所有的车呢 要 都必须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坐啊 景区的那个区间车 才能去到那个 步步那里 从这里进去啊 步步从这里进去十公里啊 门标是八十 然后呢 区间车是三十五啊 这个景区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一百多块钱来回 还可以看一下那个越南 然后还行 不过呢 现在还没开放 说要到三十号开放 今天是二十七号了啊 然后呢 我今天铺了个空 也没关系啊 就是顺路啊 沿着这个沿边公路走 不过 啊 这一次旅行体验不是很好啊 兄弟们啊 到处都是防控的卡点啊 一会一会就检查 一会一会就检查 说来 话长啊 我们广西那边比较严一点点 如果说想出来旅行的朋友啊 五月一号应该就开放了啊 他们说是四月三十号就开放了 就是等于说五一的时候是可以过来这里玩的 但是我现在呢是 玩不了了啊 车呢停在这里 哎 我的我的这个车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空调 我又不想说了 这个空调 不是很给力 再加上我这个车的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个车的那个发动机啊 发动机是在这个底下啊 那个热气老是往外冒啊 就特别是从这个洞啊 从这个洞里面往外冒 然后呢 这个空调呢 也不是很给力 里面是真热的不行 只要一开窗 那个 底下那个那个气啊 就好像在循环一样啊 底下的那个空气在循环 你的关了窗 然后开了空调还好一点点 如果说你开了窗 哎呀 那里面就是烤炉似的啊 这个不是一点一点都不屈牛的啊 特别特别热 特别难受 然后呢 我看一下今晚上呢 就在这个地方露营了 他们说下面 两两公里那边还有个房车营地 我想去看一下 如果说那个营地没有这边好的话 我今晚上就在这个地方露营了 然后呢 明天继续出发 明天的话应该就能到云南了 兄弟们啊 明天正式进入云南了 广西的话 山水特别漂亮 就是太热了啊 天气热 为什么 很多人啊 就是夏天不选择来南方旅游 自驾游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风景不漂亮 而是太热了 受不了 因为我们自驾游的话 以前我开小车 睡在小车里面 然后现在换了这个房车 一样睡在房车里面 那太阳一晒啊 就是 闷热的很啊 受不了啊 然后 准备进云南了 云南的话天气会比较凉快一点 因为海拔比较高嘛 他们相对来说 海拔是在2000左右啊 所以说比我们这里会高很多 我们这里海拔在300 400 你看我说话一个劲 手都湿了 好了 我们先下去下面那个房车营地去看一下那个露营地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就在那里露营啊 来 空调是开了 看到没有 但是没什么用啊 这个热气是从这里冒上来啊 好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房车营地 如果行的话 就在那里呆 不行的话 我们就上来这里露营啊 看到戒备了没有 中国844 2001 然后 哇 这水真绿 啊 这里也有有那个步步啊 兄弟们 看到没有 对面应该是越南了吧 我搞不懂啊 到底是还是不是 我也不懂啊 这里全是铁丝网 这么拦着啊 一路拦过去 这么拦呢 哇的天呐 好了 我在前面再去看一下他们说有房车营地啊 全是铁丝网拦住 刚刚呢 去看了那个房车营地啊 实在带贵了 我就回来了 环境还可以吧 有很多那个草坪 然后一晚上是98块钱 没有电 然后没有看到有水 但是我觉得带贵了 我就回来了啊 这个停车场 看到没有 现在呢 景区没开放啊 停车场是免费的 所以说今天晚上就把车停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树营底下 有几棵树弯绕着房车 明天的话睡个好觉 明天的话我就出发去那个 云南了啊 中介里到云南的话是180公里 明天我就能到云南的那个 富宁了啊 然后这个冰箱啊 千万不要买 兄弟们 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有多吵 睡觉的睡不着 然后呢 昨天晚上我觉得太吵了 把电拔出来了 然后就 嗯 里面本来是有-14的温度 然后我今天忘记把那个电插上去了之后啊 里面的东西 已经开始化了 都是都有水珠了 开始化了 这个饼啊 这个什么 哎呀 还有这个红牛啊 里面还有牛肉丸什么的 现在都软了 关了掉了 今天出发放弃开店了 然后现在导致这个冰箱 嗯 已经开始化了 今晚上把里面东西拿出来吃才行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环境还是可以 就是这个排量有点低啊 我今天跑过高速 跑了30多马 我笑死我了 上坡上不来 确实上不来 除非你一直冲的话 能冲得上去 但是真正要爬坡的话 要打一档 然后两档 要四间转 五间转 这么惨 然后里面特别热啊 这个踩驶舱里面特别热 然后我现在也特别热 好了 不说了 今天晚上呢 就在这个特殿步步的景区门口露营啊 前面就是景区的那个上去买票的地方啊 好了 来过就行了 现在没有机会看到步步 呃 等有机会啊 过过几年有机会再过来吧 门票也不贵 离我家 离我老家也不远 300多公里啊 这里是属于种种大新线啊 好了 给我点个赞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 然后明天出发云南 我们下期再见